和一生肖默美好的爱情,虽然过程曲折,但是结局甜蜜,这部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是由大秘密和黄教主主演的。 电影主要讲述的是和李琛和赵默生在大学期间相识相爱,却因为误会分开,这一分开就是七年。 七年后再次重逢,两个人却都没有忘记对方,还在继续纠缠着,最后慢慢的误会全都解开了,修成正果。 影片开头,赵默生在美国的轮船上给人拍合影,打黑工,这在美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他看见了巡警就到处乱窜,还拿了别人的帽子和墨镜作为掩护。 这里导演就给他塑造了一个古灵精怪的性格,就像他还在大学时候一样。 大学里的他天真无邪,厚脸皮,看上了何以琛就认准了,追着不放。 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的姓名介绍都说出来了,悄悄是别离的生肖,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何以琛被软磨硬泡的只能答应,因为他认为如果毕业之后赵默生注定是他女朋友的话,他何不提早行使这个权利呢? 这一点也是提醒我们一个法学院高材生的思维逻辑果然是不同于我们普通人啊。 他们两个相爱了,大学的恋爱都是美好的,男生骑着单车载着女孩,满校园乱晃,就算是虚度时间,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吧。 累了就坐在草坪上,赵默生拿出一盒糖给何以琛吃,可是全都是榴莲味的。 赵默生说,如果我们以后分开了,我要你一吃起榴莲味的糖,就想起我。 所以,就算是古灵精怪的赵默生,也有这么柔软温柔的一面,还会想用榴莲糖让何以琛记住自己。 这一点也为之后,他俩重逢埋下了府邸,因为重逢以后,赵默生也给了何以琛几颗榴莲糖。 两个还爱着对方的人,何苦还要这样折磨对方呢? 所以,何以琛不顾自己万年冰山男神的面子,向赵默生表达了爱意,可是赵默生说了什么? 说他结过婚。 这让何以琛元气大伤。